看看新闻网 这有他自己的风格 没错 去看一看 英达style的回复 甭管是调侃还是叹气 英达这回应 显然再一次把自己 和疑似出轨的八卦 撇进了干净 10月12号晚上 有媒体拍到英达 与妙邻女子 做足聊间隙 热聊随即同返公寓 而第二天 英达就跳出来否认 这被拍到的是另有其人 由于视频拍摄 当时正值深夜 除了能够确认 是英达的车 其实当事人的长相 确实难以百分百确定 于是英达 背着老婆良欢出轨的消息 也算是成功被压了下去 不过忙着拍摄的英达表示 要对始作俑者追查到底 我现在已经委托律师指出了 看来英达导演这回 是真的动怒了 这也没办法 夜会美女的新闻一出 对英达的生活多多少少 都有点影响嘛 离大拳修记的女性朋友说 不是跟我来去吧 不 不过巧合的是 一次出轨新闻曝光的当下 英达的新剧 可是趁热打铁地宣传了起来 10月9号 新剧正式开机 10月21号 组织媒体探班这节奏 英达导演 宣传新剧也是拼了 将果真还是老的辣呢 娱乐新天地 娱乐圈的这些道道观众 也都看得懂 北京采访不到 现场的新剧 三剧